福建平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30号开始将在附近水域实弹射击训练 这地点在台湾海峡最窄处 距离新竹最近只有126公里 恫吓意味十足 就这么刚好美国政治报就指出 美国联邦众院议长裴洛西 将在下周搭美军机降落台北 对这位美国重量级好友 陈时中表示热烈欢迎 其实裴洛西一向反中挺台立场鲜明 1991年就曾经以众议员身份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拉出支持六四民运的横幅 遭驱逐出境 如果裴洛西访台顺利成行 将是美国众议院议长 25年来再度来访 展现美国对台的重视 不过可能也要面对中国 采取的军事行动 面对中国文跟武贺 如果美国就真的止步 取消裴洛西的访台行程 面子恐怕挂不住 来不来台都很了难 裴洛西议长若访台 表示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崛起 在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更加的发酵 所以美国的右派以及保守派 必须打出台湾牌 来反制中国大陆 中国目前不敢 也没有能力 在军事上直接挑战美军 或者威胁裴洛西的专机 那中国可能采取的方式是 霸凌台湾间接的恐吓美国 身为美国总统第二继承顺位的裴洛西 可能访台也牵动着美中台 敏感神经 华视新闻另外一般见任台报导 Hello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